屏东县111年度重阳静老继老服机构长照人员表扬大会在县府大礼堂举办 由屏东县长潘蒙安表扬长青楷模26名 静老楷模22名 基优老人团体记名 老人福利机构长照人员22名 及社会福利财团法人评见基优单位4间 肯定他们对老人长照服务的付出 从静态的表扬以及各乡镇 推荐的长青楷模以外 我们也特别针对一个项目 对一些敬老尊老的部分来给予表扬 同时对一些社福机构 我们进行评见包括在长照机构 或是在这个照服务员 或是设政卫政连缅 都给予他们将来在面对高龄化的长辈 给予他们一多更多的一些激励 在表扬大会中荣获长青楷模的黄景筹 投入皮弄市前进社区关怀据点的服务 领着社区长辈走出家门参与据点活动 一同延缓老化 更带着据点长辈组成千岁表演团到各地表演 并媒合及协助卫生所给予据点长辈身体基本检查 在针对长辈身体状况规划合适的活动促进长辈健康 我退休了没有没有事情做啊 反正还能动就去帮忙帮忙社区做事情啊 在105年成立的九如香尊疗老人福利协会 今年荣获自由老人团体 除基本的祭典服务外 更结合在地力量及政府资源 修缮及更新活动中心各项软硬体设备 并略于推行客家文化不给予利 因此获得表扬 我们大家都同心协力 虽然我们九如香 只有我们尊疗是客家人 但是我们发挥客家人的精神 任劳任怨 虽然人口不多 但是也是很努力的 在做这个据点 关怀据点的工作 潘文安表示 身入各乡镇社区的长辈相关人员 总占在第一线默默的为长者福顾 更以热忱的心陪伴长辈晚年的生活 为此宪府团地特别透过表扬活动 感谢大家对屏东长辈的付出 记者张如一方加龙 台访报道